博士他去世了 我之前 已经有过好几次了 突然间心脏会很疼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是不是要更新什么补丁了 博士怎么说 这段时间 我一直联系不上博士 我刚才一直在给他打电话 也没人接 他不是还说 最近就能把你的心脏问题 彻底解决吗 怎么会突然失言呢 我已经订了明天一早的机票 直接把博士带回来 好 你突然来打扰 我来找博士 情子小姐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博士他去世了 很 Il apost 突发性脑胰穴 就连一句主咐的话都没留下 按照博士的说法 每出现一次问题 就是对原件的损伤 所以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 就是按照博士之前 嘱咐过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这样才能最大的 维持他的使用寿命 也许还能用很久 但也许 会突然停止工作 没找到博士吗 到底什么情况你告诉我 博士 去世了 很突然 川 一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 真的你千万别放弃 老天真是跟我开玩笑的 我想死的时候死不了 想活的时候就不让我活 川 自暴自弃可不像你 没有任何人规定 我究竟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你这是要放弃的意思是吗 我随时都可以跟这个世界告别 你别乱乱 我怕我哪天死了 甚至死在江小丁的面前 我真的无法想象这会对他来说 是多大的打击和影响 他小的时候已经够不幸了 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出世 现在 他好不容易缓过来 如果我再 如果我默默地离开 他也会因为着我而着急 长痛不如短痛吗 也许 暂停我们现在的关系 是最合适的选择 是最合适的 这样的话 即便他哪一天知道了我的私讯 也不会那么难过